其實我會覺得我去完之後可能會死了 你覺得很危險 很狡猾 然後你也去到 然後他就要穿一個保護衣 嗯嗯 放下所有 消失十幾天 這件事我也是帶回香港 有唱家旗啊 你是不是在那邊 第一個地方 這題是大家 我們今天的分享 就是 來到我們最後一場 一個女生去旅行 從肯亞 去到愛斯亞利亞的自我成長之旅 換言之 今天的主題主要是 一個女生去旅行 或者是你們旅行的一些心路歷程 或者是有趣的事情可以和大家分享 再一次自我介紹 我是今天的主持 我叫做Summer 接著我來 讓我們兩位來賓 先自我介紹一下 有請 對了 Holly先 Hello 我是Holly 我之前 2019年 去過葡萄牙的工作營 去年八月的時候 都去了愛沙利亞的工作營 我自己是做可持續發展的工作 所以我自己都 有時都很喜歡關心一些 可能和社區環保相關的議題 所以我過往都玩了幾年 去Voltra的活動 哦 是甚麼活動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都是特異公民 那就是 贏了 贏了這個特異公民 所以就有一個Voltra 讓我去不同的國家 去做工作營 嗯嗯 是 那接著我來 Isca 那大家好 我是Isca 我今年二十歲 還是大學生 佳麗 今年二十歲 來自 來自 肯亞 我就是去年 十九歲的時候 自己一個去了肯亞 今年年初的時候 自己一個去了尼泊爾 哦 兩個都是一些 充滿著問號 或者神秘的國家 很有趣 兩位女生的經歷 首先我想問問你們 你們是不是多數去旅行 都會是自己一個多的呢 Holly先 我就 一半一半 可能去工作營的時候 因為會去一個長一點的旅行 亦都會去 可能我工作營的地方 周邊的國家去玩 所以我通常這個時候 我會自己一個去旅行 哦 但平時可能都會跟朋友去旅行 那葡萄牙那次 是否你第一次參加工作營 葡萄牙那次是跟另一位組員一起去的 但是那次是我第一次參加工作營 那愛沙尼亞呢 愛沙尼亞就是我自己一個去的 明白 最初是甚麼原因 令到你想步去參加工作營 因為坊間 你也知道 可以參加工作營 參加旅行的形式有很多 旅行團也有 自由行也有 那為甚麼是工作營呢 我想應該是 不知道 因緣際會之下 可能見到Voltra的活動 嗯 然後就說 是命運 可以免費去工作營 然後就見到 又是冰島 又是愛沙尼亞 然後有很多不同國家的工作營 然後這些工作營 又可以做一下義工 然後 可能我平時在香港都比較少 真的長期特意去做一些義工 反而可能加了旅行 這個元素 令到我覺得 好像又可以有些意義 令到這個旅行 又可以有 更加 即是更加有 更上一層樓 更加特色 明白 那Izka呢 那我自己其實都是相似的 我如果去一些近一點的國家 可能泰國、日本那些 都會跟朋友去的 但是如果去一些 因為我自己 就是很有興趣去一些發展中的國家 那那些朋友就沒有興趣了 那我想問問Izka 尼霍爾肯雅 是甚麼原因 令到你選擇這些地方 真的 就是我很小的時候 其實已經很有興趣去探索這些地方 因為小時候 看到爸爸也有捐錢 去給不同的機構 去資助那些小朋友 所以小時候我已經很有興趣去探索這些國家 然後到了自己終於成年了 的時候就有這個 華視權去決定參與否參加這些 所以一成年的時候 我就很想很想去這些發展中的國家做義工 所以就在這個衝動之下就去了 那Izka 我想知道的就是在你這樣的旅程裡面 第一個地方 肯亞 就是非洲 第二個地方 尼霍爾 就是都是坊間的人 不會去的地方 你們自己的旅行 尤其是一個女生 家人 或者朋友 會不會擔心你們呢 不要去啊 那裡很危險啊 會不會說這些說話給你們聽 你們又會怎麼回覆呢 Izka 不如先 我那時是 一開始爸爸媽媽都很反對 因為他們覺得很危險 就是他們就會覺得我去完之後 可能會死了 就是那些這樣 然後那些朋友都是 就是一開始很擔心的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就是我自己也有看一些研究 其實都OK的 其實也有很多人也有去過 他們的評論都是正確的 純粹是 有很多事情要自己一早看定 小心一點 打針那些 是呀 但是實際上去到 然後去到之後的環境 其實不是他們想像中這樣的時候 他們就慢慢放心了 那第二次去尼泊爾呢 第二次去尼泊爾 他們已經不緊張 因為 非洲你也去到了 還可以去尼泊爾 時間 就是他們覺得 Kanya是 他們更加不認識的地方 尼泊爾也起碼是亞洲 但是非洲 他們真的覺得是毫無頭緒的地方 所以他們覺得去到 就是我去尼泊爾也能處理 那尼泊爾一定OK 就是因為這個奇蹟 開啟了來去探索 未知的發展中國家之類 不過還有就是尼泊爾的時候 因為我去尼泊爾 這個他們是擔心的 噢 尼泊爾 但是最後都沒事 起碼要尼泊爾 是呀 好勇啊 這個真是 等一下再看你分享更多 Holy 我問你 到底有沒有人反對過你 自己一個女生去旅行 或者 工作營業也沒聽過甚麼 為甚麼突然要去 又要去做事這麼辛苦 你有聽過這樣的說法嗎 其實也有的 我的朋友也覺得很勇氣 很勇氣 可以自己一個去旅行 十幾天去歐洲 坦白說 我自己也沒有好像他那麼有勇氣 自己一個去非洲 所以我會選一些 可能父母未必會這麼擔心我的地方 可能就是歐洲 會比較安全 因為可能之前 他有交易的經驗 都會習慣了 可能我覺得 原來自己一個人在外地生活 都是OK的 都覺得很自由 很爽 但是其實一開始 自己一個去愛沙尼亞的時候 都沒有跟爸爸媽媽說話 咦 真的嗎 你沒有說嗎 即是怎樣 我突然消失了十幾天 不是的 我會說是有朋友 哦 即是善意的方言 善意的方言 不錯 這一招 純粹是怕他們擔心 嗯 那你去愛沙尼亞到底是做甚麼 因為講開工作營 其實沒有人知道 一個工作營是做甚麼 無論是愛沙尼亞 無論是肯 到底你那邊是做甚麼 其實這個問題 我都說了很多次 因為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是 他們可能對工作營業不是太熟悉 其實我去愛沙尼亞 就去做一個民族舞蹈節的義工 因為愛沙尼亞是全世界 保留得最多民族歌曲 文化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就覺得很有趣 可以去幫忙籌辦一個節奏 那我之前在那個節奏 他們就會可能一連四天 就會搞很多不同的一些舞蹈 音樂的一些表演 也都會有像今天這樣 有些市集 我們最主要就是去幫一下 搬搬台台 或者去剪草 脫下草 一些比較輕鬆的工作 但是其實大部分 什麼都會有 但是真的 很好玩的 因為不是太多工作 對 因為外國人的派對 尤其是這些要跳的東西 他們應該會很活潑 那噴打是不是要跳舞呢 那時候也有跟他們跳舞 因為 不是主要而已 不是主要的工作 但是有一起跳舞玩的 OK 但是我主要的工作就是 因為我總共留下了五個月 五個月 是的 原來有這麼長的 對 我連結了一個社群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總共加入了三個不同的項目 第一個就是在日常健康中心 主要照顧小朋友 第二個就是在中學教書 我那時候就教營和數學 然後第三個項目就是一些 即是維持的東西 就是幫他們 就是可能將一些荒廢的地 變成一些有用的地方 就是可能變成一些 遊客會喜歡去的地方 那麼 Kanya就是加入了這三個項目 然後去到尼泊爾 就是做了Perma culture 就是 就是訪問不同的家庭 然後看看他們有什麼需要 因為他們那些 就是起碼拉雅山蜜的 那個區域的人 那他們其實就是 很多地都是石頭地 做不到東西的 但是他們又不是很買到東西吃 因為那個地區其實是很難對外買到東西 因為他們是自成一角 因為很遠 就是比較封閉一點 對 就是跟Kathmandu也相差很遠 所以就是 有一點自給自足 但是他們的地又不是 很善於種植物的地 不是很方便種植物 對 所以那時候就是幫他們 調查一下 可以怎樣改善他們的土地 然後幫他們再做 那麼地泊爾就停留了一個月 明白 其實都長了 一個月五個月 就是一般工作營 跟大家補充一些小知識 就是一般會耐久 大概都是十幾天而已 是的 最快可以是五到六天 看你工時 或者看你有多少的 AL可以聘請到 那再學生就沒那麼容易計 那我想問回你們 因為你們始終都有很多的工作 無論是做一些舞蹈的幫助 或者好像真的五個月 去做三個項目的服務 對你們來說 在當中有什麼啟發 可以帶回到你們 自己的生活當中的呢 是很深的 要想的 想到就能夠說了 那我那時候就是 去Kathmandu的時候 就是 我學會了很多東西 但我無法準備 因為 無論是在香港 去幻想 究竟我去到的時候是怎樣 其實跟我幻想的都不是很一樣的 所以去到之後 有沒有例子 例如洗澡 吃的東西 甚至乎當地人溝通 即是每一個地方都不同 因為我有留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就是可能首都有留在 沿海有留在 內陸也有留在 所以其實他們每一個地方 都有不同的文化 有些就真的是很幻想的 然後有些就是比較開始進入 城市的那種文化 所以在每一個地方都有不同的習俗 然後他們有很多東西都是很隨便的 就好像 你在香港是幻想不到原來可以這樣的時候 沒有計劃就是計劃 是的 然後我個人本身是 就是 我是一個要好計劃所有的東西的人 但去到之後我就發現 我計劃不到的 那我就 放下了所有 熱情的感覺 然後就是 讓自己放開所有東西 那一刻我終於學會如何活在當下 而這件事我覺得是帶回香港的 即是回到香港之後就更加感謝 覺得所有東西都 令到我會很感恩 還有就是 會學會如何享受那個時刻 而不是經常在想 我之後要怎樣 我之後要做什麼 那些 活在當下 和厲害 很重要的人生節 那Holly呢 可能我說我再之前在葡萄牙的經歷 因為我自己第一次去參加工作營 也都可能未太適應 可能要跟不同國家的人去生活十幾天 那時候就 還有那個工作營 其實是 那個性質是要跟一些 會去社區中心的一些小朋友一起玩 那其實那些小朋友 可能他家裡 他首先可能是一些被遺棄的小朋友 或者可能他的父母是 有一些問題 未必可以長時間陪伴他們的 那所以他們就會 日後就會被送去那個社區中心 去上課 去玩 那跟他們玩的過程中 我會覺得真的好像 把所有不開心 或者可能一些煩惱 放下了 原來人都可以 好像一些小朋友 回去和他們一起玩的時候 就會覺得 原來開心就是這麼簡單 即使他們的背景不是那麼好 或者他們的家庭是有問題的 即使可能大家的語言是不通的 但是大家一起 可能玩球 玩遊戲的時候 其實都是互相去用肢體語言 大家去溝通 一起去笑 其實已經 很開心 可以解決所有事情了 我明白 即使你重拾回九位 或者已經失去了童真 是的 都很有意義 而且我也看到你們的桌面上 擺放了一些小物品 我想每一個小物品都是來自於 你們去過的 Wordcamp國家 都應該有一些小小的故事 就是這個時候 都想邀請兩位 可以介紹一下 你們桌面上的物品 給我們的觀眾 還有就是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或者請Isca來自肯亞的代表 可以分享一下 好啊 我首先想分享的物品 就是我手上的這個 這個也是來自Kanya 可以對我們的攝影鏡頭 對一下 這個就是我HOST媽媽送給我的 那時候就是在我第二個Wordcamp 即是在中學的時候教書 就住在一個HOST family 他們整家人都很好 這個就是他們送給我的紀念品 全部都是他們當地人自己親手織的 是嗎 很多粒豬的 是的 所以他們是那些 主要是女人會做這一方面的工作去賺錢 明白明白 那其他桌面上那些呢 豬仔是不是屬於你的 是的 這個有隻豬和一隻老鼠 這個有隻豬和老鼠 為什麼我會買豬和老鼠呢 就是我和我弟弟的花名 是嗎 讓我猜一下你們是什麼 那這個呢 就是 這個就是尼泊爾的手信 就是我剛剛今年的時候賣的 這個就是尼泊爾也挺有名的東西 他們很喜歡用這種物料去搜集一些東西 他們就可能有袋子 有手飾 有釣飾 總之很多東西都有 都是這樣的布 對 這個就是尼泊爾很有名的一件東西 因為我當時 對 我整個尼泊爾都留了一個半月的 計算上行山 所以 對 那時候就是想起家人 所以就想買一些相關的東西給他們 就是有些私鄉情懷 對 對 對 明白 明白 那最後這個碗應該 還有這一塊應該很明顯 對 還不是非洲大草原 對 這個就是我在Kenya的時候的一個市集買的 他們在沙灘那些比較多遊客會經過的地方 還有在Masai Mara那邊也會有一些市集 他們就是一些很原居民的攤檔 其實那裡是非常充滿民族色彩 這是何碼來的嗎 變形物種 你也不知道是嗎 大家猜猜是甚麼 我覺得像河馬 在水裡我還不是河馬 好 繼續 不好意思 阻礙你 你看 那之後就是 就是他們一些很有特色的餐檔 很有民族風 你選的那些東西都是 當地特色 對 我覺得很喜歡探索這些 可能跟我們香港探索不到的 找不到的東西 對 而且應該不是那麼貴這些東西 去到當地買的時候 是啊 是啊 Holy 你是不是也一樣 你的物品 我看到也有玻璃 那些也很漂亮 那我可能先說這個 可以啊 其實它是一張明信片 我就是用自己拍的照片去刷一張明信片出來的 這個是你拍的 是啊 那張照片是我拍的 其實那時候我們去葡萄牙 最主要的一個主題就是要翻新一個學校的外場 嗯 我們要頂著四十度的天氣 每天都要在那個 學校天台那裡游泳 在那裡逛那些 四十度高溫 是的 燒滾了我一切 是的 那時候 每個人都是曬黑了 是的 那這兩張照片其實就是前後後後的樣子 原來要翻新一個學校的外場 然後又要爬高爬低 然後覺得很辛苦 每天都好像在做差不多的東西 在那裡不停地撒泥 然後做的時候其實… 又長假期啊 是的 謝謝你 繼續… 做的時候就覺得很辛苦 好像每天都在做重複的工作 但是到我們真的完成了整件事 拍到她後的照片的時候 就覺得… 我們大家都覺得 哇 原來是這麼有一個滿足感在那裡 那時候就覺得 原來自己在做的東西都是值得的 嗯 明白 即是有所收穫的真有長假期 是我自己覺得很好笑的 那接著我們呢 這兩樣物品又是什麼來的呢 那這件呢 就是我去愛沙尼亞旅行的時候所買的 塔林 其實它就是去首都塔林的時候 買的一個瓷磚 那另一個呢 其實就是我在愛沙尼亞 工作燈裡面的一個市集裡面買的 噢 它是一個碼頭 是的 那因為愛沙尼亞其實就是很… 充滿著文化藝術的一個國家來的 那所以 可能一些手繪啊 或者可能一些手工藝品 在愛沙尼亞都是很出名很盛行 那這個其實就是… 在去工作燈當中 它中間會有一天會搞這些市集 那是當地的一些 一個鄉村的一個居民自己擺檔的 嗯 那我覺得 都很有趣啦 因為那個市集其實是… 可能集合了不同鄉村 和鄭村的一些居民 或者甚至農民一起去擺檔 可能他們會買一些自己做的布 或者二手的物品 或者可能自己養的一些蜜蜂 它會帶它整個蜜蜂出來擺檔 然後我們現在都是一個碼頭對出的位置 然後看到碼頭 是 我很喜歡搞爛的 這個是我個人的性格來的 是 但是也多謝你的分享 因為我覺得這些正正就是一些 旅行裡面你才搜集到的一些東西 也都不是在香港你很容易可以找到 但是也可以的 我們後面有一些世界各地的攤位 可能都可以發掘到一些的寶藏 那最後我也想問一下兩位 因為你們都去過不同的工作燈 你覺得對於你們來說 旅行的意義在哪裡呢 我自己覺得旅行的意義是 探索這個世界的美智 因為很多人 很多香港人可能他們工作很繁忙 他們去旅行可能會想去一些很舒服 去享受世界 去吃買玩 可能週末就會去日韓台去玩幾天 但是我自己就比較喜歡去一些長一點的旅行 真的可能去深度去探索那個國家的一些 一些大街小巷和風土人情 那我自己 雖然可能去工作燈有時候都會辛苦 是 可能比上班更辛苦 是 但是我覺得當中所學習到的那邊的文化 或者可能跟世界各地不同的義工 學習他們的國家的文化 我覺得這件事是 很有趣 你在香港工作 或者可能做其他事情 他們帶不到給你的 嗯嗯 就是帶不到給你的 暫身的體驗 深度的體驗 那Mista 你這一邊呢 對我來說 旅行的意義會是一種生活 嗯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可能是留了很久 所以其實在外地的那些時間 對我來說都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些部分 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把我生活的 就是各樣的小片段串在一起 就是我人生的意義 是你這樣 是的 這個就是我了 這個說法很浪漫 是啊 所以我就是覺得 我在不同的國家的那些旅行 其實都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他們帶給我的影響 帶給我的回憶 帶給我的所有東西 都是我生命裡面 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所以我會把它形容成生活 明白 旅行即是生活 好 感謝兩位的分享 感謝Holy 感謝Aiska 最後可能要麻煩你們 看一看我們的鏡頭 然後一起說聲 拜拜 1、2、3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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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的分享是不是很精彩呢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 歡迎按下方的網址 了解更多關於國際工作人員的資訊 還有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 記得CLS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你的支持 下次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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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